來看看今天我們的進度 AE本身自己的向量工具 各位記不記得以前我們曾經介紹過從哪裡 是從AI 以拉錘特 把向量的檔案匯進去嗎 那那種方式是用以拉錘特的向量檔 可是其實AE也有自己的向量形狀工具 你可以直接把它在裡面使用 也就是說它的工具裡面就有向量 當然沒有像我們以拉錘特那麼豐富 可是這兩個都是向量但是又有一些特性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也蠻鼓勵大家你可以用看看它的 那我們先看這個 好不好 先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看到有那種箭頭會這樣 長出來的 這個如果你用以拉錘特裡面的去做 就會比較辛苦 我們用AE裡面的 自己去做比較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把 以拉錘特裡面做好的 向量檔 轉換成AE專屬的向量檔 這樣也可以 可是不能太複雜 好如果你太複雜了 可能在轉換過程裡面就比較容易失敗 這樣有了解囉 好那所以你可以進到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這裡 好 向量工具的使用 我們就是 要來做這個練習 那 另外 像前幾年 我們頂東四船 30週年 30週年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他有 那時候有同學做的一個Logo Logo像這樣 但是我們要 做的這個Logo不是只有 單純的Logo 他是要做動畫 所以 累一下 有沒有一個點一個點跑出來 然後就 線 這在AE裡面做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這樣子 我們 這裡 那個範例還有我們的檔案 我有放了 但是 這個的話呢 就是 還是要做一些微調 你要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在做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另外像這個Papaya 還有我們的那個六指淵 其實他也有很多 關於這一方面的教學 有沒有發現我就放很多六指淵了 因為都是什麼 向量工具的使用 這樣大致上了解嗎 那 在我們正式開始做之前 等一下我們會先練習一下 背之曲線 為什麼我要特別這樣講 我可以調查一下 現場跟線上的同學 請問你們覺得自己背之曲線 就是那個鋼筆工具 你覺得你學的怎麼樣 鋼筆工具 你有沒有覺得 學的還不錯的 線上同學有嗎 有沒有覺得你的鋼筆 還蠻厲害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哪位同學你覺得你的 這種 背之曲線做的還不錯的 不要客氣啊 有些其實同學是蠻厲害的 但是 我常常發現 很多同學他說我會 可是 你會發現喔 他們會有某些的卡點 所以某些卡點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去背 某些形狀 我很會 我很會畫 可是只要遇到某種形狀的 我就投降 或那個地方我就覺得卡卡 我可能要好多點 才會完成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背之曲線 這種東西 因為他不人性 為什麼不人性 因為不夠直覺啊 你看我們如果是筆 我是直接寫了就好 可是背之曲線 並不是直接點 而是你要用 他的所謂的拉霸 去怎麼樣 去調出我所要的曲度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地方他就會需要 一些技巧 那你就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當然如果各位用筆的話 是比較難一點 所謂的筆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是那個繪圖筆 你要拿背之曲線就比較難 因為我們常常會搭配什麼 快速鍵 好那你可能要熟悉一下 那邊的切換 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那 這個地方你看我把它點開 我看一下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不在 好等一下我 切換一下 這裡 因為最近老師有寫一本書 給膏子用的 哈哈哈 不過呢 就有寫了這邊 這個 在這裡面 因為這裡有一個雲端服務 這個就是線上版的Photoshop 他基本上跟Photoshop一樣 那在這個 這裡面呢 我就有寫了一篇 是介紹 怎麼樣使用背之曲線 大概在 在這裡 在26月這邊 26、27這裡 好在這裡 所以 待會我把這個檔案 跟那邊替換一下 好不好 來 等各位一下 我的同學呢 你可以再按一下 任務 他就會重新整理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 老師剛剛的PDF檔 在這邊 直接打開就好 直接打開你就可以 進到這個 PDF 的雲端硬碟裡面 你捲到 就是 我們這個頁面 這個教材總共有30頁 26、27、28 就是在講背之曲線 你捲動 把它拉到最下面就可以 大家找到之後 我先 看一下 直線的沒有問題 所以不能侮辱你 對不對 所以太簡單了 直接略過 來 問一下 各位 S型 你們去考 駕照 摩托車的應該都考過了吧 有沒有考S型 S型要怎麼畫 就是三個點就解決 請問 你們的圓 一個圓 你要畫幾個點才能夠變成一個圓 4個點嗎 4個點 只能說標準的 其實 圓基本上 最少 兩個點就可以完成 好 那我們來試看看 如果呢 你在這裡 你覺得 這樣子 不太會 沒關係 你可以把 這個畫面抓下來 我可以先把它抓下來 拿到Poloshop裡面 我就開個新的檔案 這個大家都會的 好你看 我在這邊 鋼筆工具 點到它 我這個是這樣用 在這裡 大寫的 就是你下被子曲線的點 小寫的 就是那個拉霸 拉的點 所以你看 我在這邊 那 我想要畫出 各位在那個 Poloshop注意一下 我真正要畫出一個形狀 我就先把 這個色 來色 比如說我想要 填色 我不用 我要比畫 比畫我來挑一個 顏色 這樣比較好 讓大家可以看到 待會我畫出來 是什麼樣的 顏色 然後粗細我調整一下 好 你看我按住 拖曳 到這裡 按住 拖曳 到這裡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畫出來 按住 拖曳 到這裡 所以你們現在要練習的就像這樣子 那 這個比較沒問題吧 這個S型的 那麼你現在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喔 我現在想要怎麼樣 想要在 畫後面的圓形 我們剛剛講的 圓形如果你知道這個 它就是四個點 可以完成 對不對 可是其實兩個點就可以完成 我們來試看看 按住拖曳 從這邊按住拖曳 因為我要兩個點 所以我要高一點 我大概會高過 最高點再上去一點點 好這個時候我再往下 在C點按住拖曳 有沒有這樣就有半圓了 對不對 好最後回到這裡來 點它 拖曳 有沒有這樣兩個 就可以變成一個圓 這樣你了解了吧 只要你的這兩個 是一樣高 一樣高的 因為我現在兩個是有一點不一樣高 就是那個拖曳出來的 如果一樣高 這個就是一個正圓 以前你們比較少一個圓 兩個點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 好就是你如果是曲線的 那 另外呢 我們看這邊 看這裡 這個 這個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到的是什麼 直線跟曲線都有 像這個範曳 我也覺得蠻不錯的 來我把它抓下來 好 一樣的 好 一樣的 我在這裡開一個新的檔案之後把它貼進來 好我們來看看 像這個 前面沒有問題 像你們有時候在畫人啊 對不對 就類似這樣造型 所以我在這邊按住拖曳 拖曳到這裡 好在這裡按住拖曳 好沒有問題 都跟剛剛一樣 可是在這裡就不一樣了 你看我到這裡 在這裡你要會的就是要按 Alt 也就是說我現在 右手邊上面的那個 要固定下來的 所以有鍵盤上的Alt按住 有沒有 我這樣斷開了 所以這個你們應該會吧 因為下一段它是要往這邊走 所以我的拉霸要往這個方向 好因為這樣子呢 它才會受到這個的影響 好在這裡拖曳 這樣有沒有就逼近了 那最後到這裡按住 拖曳 但是看一下喔 你如果這樣直接拉 這個會影響到它 所以說 我 點到它之後 先按住Alt 把 找 剛剛前面的這個固定起來 你看 我現在在動 是不是有一個點會動 對不對 我往上 我雖然是往上拉 但是我看的是下面那個點 這樣有沒有就對起來了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在這邊的話 重點就是你要會按住那個Alt 因為按住Alt之後 就是可以固定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 原本要切換成這個工具 轉換工具的 你按住Alt 他就會自動切換到這個工具 把兩個之間的敲敲板 把它怎麼樣打斷 把它打斷 這樣子的話呢 你才 可以方便做 那如果這兩個你都會了 你就可以挑戰下面這個蝴蝶形狀的 因為平常我們在用的時候 不會是 通通都是直線 也不會都是曲線 常常都是直線曲線都有的 那你就會需要 像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你看 一樣 我把它抓起來 所以 這個部分 是蠻建議大家 如果你覺得 我的貝斯曲線 就沒有學得很好 沒關係 把這個當做熱身 以後呢 你要用貝斯曲線 包括Illustrator Photoshop 你就用這個來做 來你看 我這邊 我把快速鍵的那個按鍵打開好了 這個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他是直線的點 就是後面是直線的 你沒有懷疑 點一下就放開 有沒有 好 但是到這裡就不一樣喔 因為 我在這邊 左邊是直線 可是後面是曲線 所以 我在這裡 先按住 滑鼠不放 那這個時候呢 左邊 也就是我的直線部分 要固定起來 我按住 有沒有 我已經按下去了 然後 後面那條線 要 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會受到這個 影響 所以我要把它拉高 喔 這裡 待會這條線 就會受到它的影響 到C這裡 往下一拉 往下一拉 有沒有 拉拉拉 這次要拉比較高 有沒有拉到這裡來 好 那我現在呢 上面左邊的 是要固定的 按住 往這邊拉上來 到這裡 因為待會 我左邊固定之後 待會後面那一條 是要向上的 所以我就拉到這邊 那他就影響 後面這一段 所以你知道 麥當勞都怎麼按了吧 麥當勞不是這一種嗎 你看我這樣拉下來 好 現在上面 就是現在上面那一點的 要固定起來 按True Order 接下來就往這個方向 往這個方向 你只要往這邊就好 不用拉到這裡來 因為這條不是真正的線 他只是 最後 怎麼樣 往這邊 進的方向 最後這是直線 點一下放開 所以麥當勞就是像這樣 雖然我們這邊沒有用麥當勞 但是意思一樣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 這兩個你會了 你就可以來玩遊戲了 你知道嗎 有一個 線上遊戲 可以考驗一下各位的 倍子曲線的功力 那這個遊戲 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一下 好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有沒有 這裡有那個網址 你可以 直接點開 不見了 糟糕 他那個超連結有錯 超連結後面多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 所以 這裡 把它拿掉就好 他多了一個括號 好這個網站呢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進來 如果你有需要 就是把它翻成中文 你自己翻譯一下 他 這個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萬一你做錯 你可以控制加易 你看 他前面 先告訴你 基本的先練習 喔 倍子曲線 直線的 是這樣用 好第1關過關了 有沒有 來再來 第2關我們來看 你要玩Shift 因為Shift是水平垂直或45度 所以點到他 按Shift 你就可以 只要你在他的黑色的 這個範圍裡面 這樣你就算 符合資格 好來了 圓有沒有 前面幾個他都還不錯 都先做給你看 有沒有同學玩過這個遊戲 沒有 對了 線上的同學 我把那個網址貼給大家 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休閒娛樂用這個來玩 有意 身心健康 好嗎 好你看 拉開 我現在用四個點的 你就先照著這樣子 喔原來 我的圓 四個點的 我們這樣畫就好了 那我到這邊就不用再 脫逸了 直接點一下就完成了 愛心 愛心怎麼拉 愛心不見了 就像他這樣拉 看 但是這個重點就是要學會ALT 那個按鍵 好你看 我從這邊 按住 拖曳 因為待會 其實 你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知道 我那個點要下哪裡 還要拉到哪邊 那個拉敗要拉到哪邊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點是曲線的 你就不要懷疑就是按住拖曳 如果是直線的就點一下就放開 好那你看我因為要影響這一段 所以我的線要拉到這裡來 好然後你看在這邊 按住拖曳 有沒有 差不多到這裡 好現在我的右手邊的心 好了 我要按住哪一個 ALT 這樣那邊是固定的 這邊就分開了 因為待會下一條線要往上 所以我要讓他到這裡來 因為他的範圍比較大 有沒有大概到這邊 所以這條就拉比較長 有沒有 然後到這邊按住拖曳 最後到上面這裡 這樣就結束了 好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就沒有提示了 就要靠自己了 所以 他在這邊 你的起點不見得要從這裡開始 像這樣做錯的 你看Ctrl加E 也可以 起點不一定要跟他一樣 你可以找看看 其實要從哪裡開始都可以 那 這種遊戲他有個好處就是 他有一個Range 也就是說這個車子 我可能是 10到14個之間 都算合格 好所以你只要 你用了貝姿曲線的點 在這個區間裡面就算過關 但是如果超過他 很抱歉就不行 所以你看喔 我從這裡 我放大一點 好 那我覺得下面比較容易 我就先從下面開始 你看這是直線的 點一下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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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下面這個點就不是了喔 因為 下面這個點 右邊是直線 左邊卻是曲線 所以就按住不放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那個蝴蝶 麥拉島很像 按住不放 然後右邊要固定 Holder按下去 好 我就往上拉 那一般拉的高度會比他 真正的線 高度再高一些 好 你看我到這裡 然後到這邊 按住拖曳 有沒有 我只要在他的線裡面都算合格 好 接著 下面要固定 對不對 按住Holder 往這個方向前進 對不對 往這個方向 我不用拉到這裡來喔 我往這個方向前進就好了 好現在到這裡 一樣 右邊是直線 左邊是曲線 按住不能放 右邊固定 按住Holder 往下一拉 好在這裡 好到這裡 按住 往上一拉 有沒有兩個 接近了 好 現在下面要固定 按住Holder 往左邊 這個方向 這裡直線就不要懷疑 你看他告訴你 你還剩幾個點可以用 這也是直線 可是在這裡 就不是單純直線 因為 前面直線後面是曲線 所以一樣 按住 不能放 按住Holder 稍微拉一點點 大概在這邊 大概在這邊 當然你都可以試 萬一你的 沒有在弧線裡面 他就會退回去了 比如說到這裡來 你看 按住 拖曳 有沒有 我有在那個裡面 然後 這條線 我如果不想那麼過來 我可以按住Holder 你退回來一點點 有沒有 左邊固定 我往這個方向 一點點 一點點的弧度 OK 然後往這邊 我按住Holder 因為這是直線 到這裡 但是一樣 這邊直線 這邊曲線 按住不能放開 Holder 我要往這個方向 因為這個 引擎蓋很長 對不對 所以我就讓它長一點點 好到這邊 有沒有到了 他就說 你只要在15個裡面 都是及格的 我用了13個 這樣了解嗎 好那這裡有很多彎 你可以慢慢的一關一關 挑戰 那麼這些挑戰 有個很大的 好處就是說 你平常在練習的時候 可能沒有 用那麼多的形狀去練習 所以你可能就是 會某些形狀 你比較厲害 可是某些形狀 你就比較不行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找到自己 比較有問題的 是哪邊 你看我到這裡 到這裡的時候 左邊直線沒有問題 右邊就不是 所以我要怎麼樣 拉高一點點 有沒有 比這個最高點高一些 好然後到這裡 按住拖曳 OK 然後往這個方向 好到這邊 沒有 來 進來一點 好 來 往這個方向 好這樣合格 對不對還有八個點 好到這邊 按住不能放喔 按住Order 因為右邊是直線的 好到這裡 有沒有 因為它的幅度沒有很大 所以我就不用 凸那麼多 好到這邊 按住 拖一點點 好可以 好 按住 好 拖一點點 好到這邊 到這裡的話 現在就是什麼 就是直線了 萬一真的不對 它不讓你過 你就這個點 重來 Ctrl加1 有沒有 這個點就可以重新 好按住 Order按住 拖曳 好一點點 不用太高 到這邊 按住 拖曳 好這樣過關了 這裡 後面就比較單純 飛機很快 這個就是直線了 所以直線的 沒有怎麼好懷疑的 因為它12個點過關 我11個 有沒有又回溫針了 這樣了解嗎 你看一開始這個是直線的 所以就點一下就放開 好到這裡 我發現很多同學會喜歡 會下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這裡不見得最好 通常我會比較建立在 這個 開始結束 因為我用兩個 兩個我就可以去逼近 好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 好按住 不要放 前面是直線的 Order按著 所以我就往上 有沒有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半圓 我就往上 比它高一點點 好然後到 相同位置 按住 往下拉 好 這樣有沒有 好 那當然我這裡 沒有下得很好 所以我可能就要在這邊多一個點 好點一下 然後到這邊 按住 好再拖曳 上來 好到在這裡 按住 拖曳 下去 好下來一點點 OK 好放開 有沒有到這裡 按住 按住Order 拖曳 好到這裡 按住 拖曳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概念 所以 他10個點過關 我9個 好所以 等到你全部過關 大概20幾關吧 2030關 你就會得到一個 認證 在這裡 他會告訴你 恭喜你過關了 你總共 比我預計的 還省多少個點點 這樣OK嗎 好不好 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所以 建議大家 以後呢 你在用被子曲線的時候 你可以找 老師剛剛官方的 這幾個練習 來做 也可以找這個 遊戲來玩一下 當作是熱身運動 這樣子以後 你在使用被子曲線的時候 你的 熟悉度 會更高 這樣 你做出形狀的那個 精準度就會更好 因為被子曲線 最難的 就是 點要下哪裡 還有那個拉大 要拉多長 這個 真的要靠經驗 你的經驗越豐富 就越厲害 好所以線上的同學 也麻煩你 練習看看喔 記得以後 開始 做手工的時候 一定要先熱身 這樣才會 比較有概念